哈喽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UFO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长谢孟琪 那今天呢邀请到了我的音乐制作人安哲以及子静 经纪人呢来当我的室友啦 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哲 哈喽大家好我是子静 耶那他们两位呢都是我在就是音乐创作的这个路上呢 非常重要的两个人啊 那等一下再来好好介绍一下他们 那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韩阿靠》 那这个《韩阿靠》呢其实它是我第一次试着用台语来创作的一首单曲 那为什么会有这首单曲的诞生呢 其实就是因为小时候是给阿公阿嬷爷爷奶奶带大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以前小时候他们教我的歌曲 第一首歌呢就是台语歌这样 那时候有个旋律跑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说 这个怎么拼凑就觉得好像只有台语比较唱得进去 然后所以就想说那不然来写一首就是跟阿公阿嬷 就是情这种亲情情怀比较有关系的感觉 然后就默默的就是出现了这一首歌这样 所以里面就是有 就是很想大家可能以前就会想象就是你小时候可能在街头巷 就会有非常多的事情发生这样 对啊那我觉得首次用台语创作出来觉得自己觉得好像应该还算蛮清新的吧 是吗安哲 蛮清新的吗 就是对于一般就是苦情的台语歌来说 我觉得听起来蛮老练的 老练吗 可是我描述的是一种非常非常 那叫什么很有情怀 然后就是面怀的感觉 对对对那 我问一下好了那个这个巷子是是哪一个巷口 这个巷子呢就是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因为小时候是先奶奶带大 然后那个时候是在古山的时候 在古山二路那个号码我就不特别讲了这样 那那里就是一个以前是眷村 然后呃它就是有很多树 然后我家就是有一个大榕树下面有一个小鸿门这样 然后我过年的时候其实有回去 就是因为我们每年就是回去呃高雄 就是跟奶奶一起吃饭 然后就这次就有带她回到这个酒家 可是现在已经几乎都被因为都督根还是什么的吧 都已经就是砍掉了啦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重学路在台南 大家如果有去过台南的话就是 它离大冬夜市很近这样 那条巷子就是我阿公就常常会坐在门口 然后就是听收音机 然后你就听到那些有一些是什么卖药的啊 或者是就是反正就是台语台语电台啦 的那种歌曲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巷子口就是 呃是我小时候很很大的一个记忆这样 哦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当初在选就是到底要怎么拍这一首的MV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讲了很多我小时候的故事 然后子敬呢就去找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地方 就想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忠实的还原这个MV的现场 你要不要讲一下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挖各种过去的核实回忆吧 就一直问说欸阿公是怎么样的人 哦对对对 我那时候被问了很多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很严肃的或是很什么的 好像没有 都是很温馨的啊 超温馨的 对对对对 但我们那时候就挖了很多故事 然后也是为了去想说这首MV他要讲的 因为是从孟琪本人出生 然后来看他的不同时期这样 所以其实那时候很需要他的 就想说什么样的型 什么样的演员 适合演他的阿公 然后什么样的小朋友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我们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探讨这些过去的故事这样 而且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原本的歌词里面有一句是讲到阿公 因为阿公以前喜欢吃那个卤肉饭 就是阿公喜欢吃很多东西啦 因为台南就是一个美食就是美食之都嘛 然后后来想要把卤肉饭改掉 然后就想来想的就是想了非常多不同的各式小吃 那时候还有想什么 倒菜咪 然后鸡蛋糕 给你的歌 欸倒菜咪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了 怎么会 倒菜咪 倒菜咪很好吃 台北有倒菜咪吗 台北有倒菜咪吗 我不知道 好像没有 因为倒菜咪应该是台南的事 从来没吃过 台南就是 我过年也有吃 就在我去下营 然后 就是他倒菜咪就是 他一斤才35块 就是一大包 然后 他就是只是平平的面 怎么多加 就是黄面把它压扁 但是他还是很有嚼劲 然后就配酱油 然后就吃 他就是豆芽菜面酱油 就结束了 就这样就叫做倒菜咪 对对对 就是倒菜咪 了解 对 那时候反正就想了很多吃的 最后就决定 好啦那就用臭豆腐来结案好了 我记得那时候 因为是在三重的空军一村 然后那时候还要跟 因为他是十点以前才能 就是 就是 它是一个开放的园区 对 在十点后是开放给大家来参观的 然后我们要去拍摄 就等于会影响其他人去参观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 超早期 所以要很早是吧 五点就集合 那真的是太早了 但我觉得蛮特别的啦 然后那时候 我还一人分是三角这样 就是高中时期的我 就还 还好我的那个高中制服还穿得下 对啊 欸你们是都是那个高中 我们都在台北 我跟梓敬应该是 嗯 一个成功 就是高中来说 对高中来说是蛮有 蛮有渊源的 真的吗 就是中山跟成功 因为成功跟中山常是被 配对 配对嘛 联谊 哦 建宗找北一女 呃 其实都有 其实也都有 都有 对对对对 看不同的社团 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就六校 就都还蛮常聚在一起的 嗯 六校是哪六校 建 富 城 北中井 建 中 富 中 成功 呃 然后北一 景 美 中山 哦 对对对 原来只是一样 对就很多社团 就是有社就会想要找女生啊 一起啊 这样子 对啊 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紫禁是中山的 中山 通常应该要是后来才知道吧 因为毕竟我们的借数有差 借数有差吗 我们年龄应该差不多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这件事情就不谈了 其实会跟哲安还有紫禁认识 其实也是蛮酷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哲安就是刚好我们之前有一个 那个一个音乐性的社团 然后他在2018的时候就来到这个社团 然后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在时代音乐工作嘛 然后就有很多就是 可以聊的那种话题什么的 就是蛮相近的 后来现在哲安也在时代音乐 就变成我的那个音乐制作人 诶 我刚刚没有介绍到 哲安他其实是一位 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 就是 你讲得出 也没有讲得出啦 大部分 讲得出的乐器 讲得出的乐器 其实你 就他都会 唱笛 不会 哦 二胡 不会 没有啦 他会鼓啊 吉他 钢琴 贝斯 反正就是小提琴小提琴 对对对对 然后也是就是过去也制作过非常多的歌曲这样 然后他以前 你有想要公开你以前的乐团吗 什么都可以聊 什么都可以聊 他以前叫做 他以前是森林木的团员 森林木就是六个木的那个团 对 对因为有三位团员 然后三位都姓林 所以就把所有的木都聚集在一起 就变森林木乐团 嗯 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的 简介经历 就是之前阿妹不是有办那个 就他演唱会有邀请素人来就是一起演唱 然后他一度就是真的要跟阿妹上台合唱 那就是最后是选三选一的时候没有被选上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过程 最后那一场是阿妹跟吴正安 合唱什么 不该 哦不该 对对对对 诶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去搜寻安哲的那个 呃 YouTube跟IG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IG IG是 Andrew A-N-D-R-E-W Andrew Lin 0927 诶要不要多讲一点关于你的事情 好啊 因为接下来我就要讲我自己的IG的账号了 好像是你才是主角 我想说至少把你cue出来 就是他真的是在音乐上就是真的是幫助我很多 那呃 接下来聊这么多呢 想说要先来带给大家第二首我的呃 单曲叫做好好的这首歌 那呃 这首歌曲呢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觉得说 呃 已经两 我们被偷走的那个两三年呢 都很希望生呃 周遭的人都能够好好的讲 那等一下播完的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搜寻我的 呃不管是IG粉专 Monkeymark0104 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寻我 也可以边听的时候 也边找的 找一下我的这个MV来看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等一下感受一下 这支MV或者这首歌 想要传递这份心情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你现在收听的是 飞碟联播网UFO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长谢孟琪 今天请到我的制作人安哲 还有经纪人紫静 来当我的室友啦 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哲 哈喽大家好我是紫静 耶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 是叫星门 那这首歌曲是 其实是跟一个舞台剧 呃合作的一首主题曲 那这个舞台剧呢叫做跑单日记 他在描述就是呃 一个外送员的 嗯就是他跟女主角 因为外送的关系的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这样 那当初就是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就觉得哇很兴奋 因为就是竟然要写舞台剧的主题曲 这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过的这样 然后后来写出来之后呢 呃也获得了像是计划啊就觉得哇 他觉得这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铺层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应该算是很至高无效的荣誉 因为可能很单从 他说的完整好像就是说就是呃 比较完整在陈述一个东西 就是对于这首歌的理解 他说词跟曲很融合在一起 嗯对吧 就是你就是称赞你写的很好的意思 嗯 但不是啊我就是觉得能够 获得这样的一个称赞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觉得你创作你要写到真的让人家觉得很 很打动你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 那那你们觉得这首你们有什么感觉 就你们当初听到的时候 因为毕竟你们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那个剧本 就只有紫禁看过 对啊 说实在我我当时的时候还蛮难想像的 因为我拿到了只有参考曲没有剧本 哦 然后我只有听你大致讲一下 这个中间大概怎样 所以我以一个音乐制作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 这个跟当初给的参考值有些差距 哦 这样对但是如果说编剧本身跟剧组的人 甚至说看过剧本的人听都觉得是很吻合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很成功的一个作品 耶 谢谢谢谢安哲大大 你知道因为安哲他是一个非常就是 在音乐上面很专业的人 所以我觉得要获得他的称赞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对其实也是我自己也是心门转啊转啊 那当时 当时也是对于这个作品也有一点 就觉得说有时候可以放下一些自己的执着 哦而且那时候蛮干的嘛 哦对时间也有点干 对超干耶 因为拿到剧本到完成大概是多久 两个月应该只有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吗 我忘记了 因为那个剧十月要出啊 然后这首歌是宣传片要用 所以更早 更早 就是音乐制作期很短 那子敬觉得勒那时候听到这首歌 毕竟是看过剧本 我其实也是觉得跟那个 因为我听到一开始说参考曲嘛 然后就想说其实很难想像他会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那时候 因为一开始有说就是原本的也是可能台语歌啊 或是什么的 那我就想说 哦对他当时希望是台语歌 但我想说好像还好 是茄子蛋的歌吗 我记得 日常 诶是如常还是如常 忘记了 反正就是 我只记得是茄子蛋 对不起茄子蛋 但我觉得那时候听的时候会觉得 因为其实我在理解剧本的时候 因为我也很喜欢舞台剧 然后我就是在想 我也是会想像那个画面 然后里面的角色是怎么对话的 所以我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 诶怎么可以写出 就是我觉得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去 传达了里面的角色的心情 对就是他只是可能只是一个概念 然后心门转转转转的那个概念 但是他可以透过一首歌表达出来 我那时候觉得蛮 有点惊艳嘛 就想说原来真的可以就这样 为一首舞台剧创作出歌去这样 哇我是第一次听到子晶这样说 对子晶平常都不太 不太什么 不太发表意见的 在音乐上面 就是 因为就 专业在这 我没有看过剧本 但是我觉得 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孟琪想要表达的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你的词曲一直都还蛮精准的 就是他不会让人 就是当你想要表达一个方向的时候 就是别人听着啦 应该是不太会迷失 就是搞错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如果说你写的真的很吻合这个句的话 那就绝对会是那个方向 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对这个词曲都是蛮有信心的这样 哇 谢谢安哲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 一方面为什么会写转啊转 就是非常律师无庸无那时候很夯 然后就看了那个旋转门的异象 然后导演又跟我说 就是 每个人在人前人后可能都会有两个不同的自己啊 什么的 然后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听悲歌的 但是我希望呈现出来的感觉又是能够带给大家有比较多 你说能量或者是比较正面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 虽然这首还是比较悲情一点点 可是就是想要传递那种 舞台剧里面角色的那种心情的转折 跟那种纠结感这样 感觉最后还是有安插一些就是 转折希望感在这个里面 对啊 那你觉得你自己也是这样吗 旋转门 对啊就是一直在旋转啊 就是一方面什么事情很多 然后我又是个很爱一直想 然后我会有很多故事线的人 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很爱观察嘛 然后所以就可能看某些东西 然后就会有一些自己的 自己觉得的剧情 然后要发生这样 所以这个也导致就是我很容易失眠啊 或什么的 就晚上一到的时候就会 就会今天回顾一天发生的事情 然后就会开始东想西想这样 然后剧情就往下走 对 对啊一定要的吧 难怪可以有这么多的创作灵感 对 其实最近没什么创作灵感 最近没有发生什么 什么事吗 最近还好啊 放假放得太开心了吗 到处去玩啊 那你就写一首开心旅游的歌啊 不然都是悲歌这样 好啦努力一下 好2023好不好 2023大家期待一下 好 可以可以我对你有信心 来写个那个 好有趣的 好 可以哦 你讲得有点心虚耶 怎么了吗 你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吗 嗯 还可以啦 刚刚讲到人前人后这个 就 我们虽然没有认识很久 可是我觉得 呃后续比较熟之后 认识真正的你跟最开始看到了就 差很多吗 不会说差很多啦 那不然是怎样 但是就是有包装跟没有包装的 对那个 什么意思吗 那个差距 例如 对包装是怎样 蛤 没有就像你在你比较信任的朋友面前 当然就是可以比较做自己一点 只是每个人程度可能不一样 我觉得你 嗯 虽然在我面前 偶包还是蛮重的 我跟你讲 我真的不是偶包 那个只是我平常比较轻 所以 你刘海有点分叉 所以是做自己的样子是怎样 就是现在这样子啊 刘海可以分叉 不是 我做自己也不能刘海分叉啊 对他做自己就是不行 嗯 这个是一个坚持 嗯 很了解吧 哎呦好啦 那我觉得创作真的很需要灵感 然后 接下来2023也有很多的新的企划 或者是作品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样 所以像我们昨天就是也有开会 就是在选下就是接下来要发行的歌曲 跟 讨论一下我的新的2023的一个 嗯 在YouTube上面要做的企划 是 非常期待 啊 可是 啊 就是觉得有点小小的压力 然后也不知道这些歌 就是 还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很好啊 期待期待 都很 对啊 都很期待 好啦如果 嗯 希望也可以有 取得大家很多的共鸣这样 对 对 好啊那 呃 刚刚我们已经听了韩阿靠 然后好好的还有新门 那希望这三首歌呢 就是都能够在你的 呃 不管是生活中 或者生命里 就是留下一些啊 深刻的回忆 那如果有兴趣 呃 看她的MV 或者是想要 呃多听几次的话 其实在音乐串流平台上面 不管是 Apple Music KKBOX Spotify 都可以听到我的歌曲 你只要搜寻 谢梦琪 谢谢的谢 孟子的梦琪 他的琪 或者是到 我的IG粉专 Monkeymark 0104 都可以听到这些 好听歌曲 或者是追踪我最新的状况 那接下来呢 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 是王心里的大眠 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 你现在收听的是 飞碟联播网U4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长 谢梦琪 今天呢 请到我的音乐制作人 安哲 还有经纪人 子敬来当我的室友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哲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子敬 那刚刚呢 听到的是我的第四首单曲 叫做Make Wish 那这首Make Wish呢 其实是 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 嗯 是几年 2022年的时候写的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 呃 我自己会一点点 一咪咪的吉他 然后我就 配着 安哲大大就是 教我的几个和弦 那什么 6412 这是6412吗 这首吗 我忘记了 应该不是吧 但是 但反正我就乱配 我就乱配和弦 然后 然后我就 就是把它 自弹子这样弄出来 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厉害的点 就是你不管弹什么和弦 都可以 唱对旋律 哈哈 然后听起来也不会很奇怪 听起来也不会很奇怪 所以我原本给的demo是很奇怪的 就是 就是不太不太搭起来的和弦 真的吗 跟唱的旋律 哦 那我听的时候都觉得蛮顺的 哈哈哈哈 嗯 我听的时候也觉得蛮顺的 但是不可以这样子 哦 哈哈 好 你教训的时候 那我下次应该还是会继续这样 好 没问题 好 那反正那时候 就写完这首歌 其实原本是 想象着 因为那阵子在练那个 呃 张璇的宝贝 然后 就一方面也很喜欢这首歌 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写一些 比较 呃 疗欲戏 然后比较 呃 轻快 然后有一种幸福感的感觉 所以就 先 这首这首的前身叫做幸福轨迹 然后其实也是后来跑我们 呃小巡回的时候的一个主题 那 makewish其实里面就讲到就是 双手靠近闭上眼睛好事降临 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其实都会许很多 呃 愿望 就不只是生日的时候 那 你每次许的时候 其实都是希望很多 能够有 发生非常多的好事 让你 嘖 不管是就是最近啊 或者是 哦 就是这几年来 就能够再更好过一点 那不管是什么 找到另一半啊 财富自由啊 或者是 有好的成绩等等的这样 嗯 对啊那 欸听完了这四首歌 就是 喊阿靠 好好的心门 makewish 你们有最喜欢哪一首吗 我应该是最喜欢makewish吧 从他还是demo的时候我应该就跟你讲过 从demo你就讲了吗 幸福轨迹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忘记了欸 对啊紫禁咧 我也是makewish 呵呵 我是真的是makewish 不要学啊 不要这样看我好不好 那为什么你会喜欢makewish 对啊 为什么 我记得makewish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选的时候 过了蛮久才真的去把它制作完成 总之我们都被很多工作给延荡了这样 所以那个过程中就是一直都没有完整的音乐可以听 可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某一天晚上然后听的时候呢 听着听着就觉得就听到我忘记我没有哭欸 快哭了还什么的 就是觉得它是一种唱到当下的状态 就我觉得它是一首很适合一个人在夜深人静啊 或是你想要静下来的时候听的歌 然后因为里面有讲到幸福感其实是一种能力嘛 对我就是对这句话非常的有感觉这样 我这次回台南的时候有跟一位朋友聊到 然后他就说他有一次也是听了就是这首的 那叫什么预告预告15秒版 然后就觉得非常的 就是他那时候那阵子就工作不顺啦 然后就觉得好像有被安慰到的感觉 哇太感谢了 竟然就是有这种功用 我当初一开始就是希望是一个 有种安慰小孩子的那种感觉 因为那时候讲的张选嘛 张选 对啊 Megwish这首歌 是我自己觉得听起来比较有画面感的啦 然后很喜欢里面的词是 就是往前看 往前看哪一句 往前看花花世界等你 就是最后一句嘛 对 因为我自诩为比较那种乐观开朗的那种个性 所以说如果 这是遇到事情可以选的话都是往前看 就是这种感觉 对啊 所以听了之后就觉得很有感觉 嗯 说到那个画面感 就是这首歌我们跟 跟企划讨论的时候就一开始 就觉得他就是要是插画 嗯 哦对 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 后来再问安哲 就是他对这首歌一开始想像 就是完全跟我们的插画师森洛黎 画出来的画面一样 嗯 对 你是说音乐的编曲的感觉吗 还是说 没有你那时候回答的啊 哦 那时候不是问你一开始想像的画面吗 哦对啊 想起来啊想起来啊想起来啊 哈哈哈 你被访问过 你被我访问过 你被我访问过 哈哈哈 对啊 这次 这次其实我们 呃他森洛黎画完之后就是 呃我是后来 我们是几位跟他见面 11月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在 就特地就是 下台中 下台中就跟他就是吃个饭 然后聊一下 就是这一次 也特别感谢他 哦那时候还有发生一件很很糗的事情 就是呢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呃 因为到处全台都看得到Iran 所以我就抱着一种 嗯 就是哪里租 就是路边租还 我哪里租哪里还就可以了 然后就一路开心的 就带着紫禁跟呃我们的计划 然后就 杀去了台中 然后 结束跟生肉里聊完之后 又再去下一个地方 到云林 然后后来我们要还车的时候发现 此地无法还车 发现他是在北区的 所以呢 他北区最远经营到新竹 所以我们后来还请另外一个人 就是把车看 因为那时候在云林就是有活动 要演出了 所以还请人 就从云林把车看为新竹 再打高铁回来 我真的是很对不起他 然后我今年过年 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说 既然北区远到新竹 那南区应该也会 台南高雄一起 所以呢 我这次 呃 过年在台南 然后我有一天有去 呃高雄聚餐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就 我就想说那我就租爱润回家好了 然后都回到台南 我就停好车了 此地无法出牌 因为他只限定在高雄 为什么今天发生一次还会在 不是不是 我想说 南区应该包含高雄跟台南啊 殊不知他就是限定高雄 所以我就 再请我妹跟我一起开车 到北高雄的路竹 他在占我回台南 可以 这种事情可以发生两次 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三次 不会不会有第三次 我期待啊 真的不会有第三次 中区跟南区都发生过了 你也知道下一次 会发生在哪一区了 我已经知道了 就是这个规则了 所以我以后不会再缓办了 好啦 那今天非常感谢就是 安卓跟子晶一起来 然后我们之后 就是也有很多新的规划 像是有一首 目前定名叫做 在遗忘世界之前 在讲述一个 失智症的故事的歌曲 就是我们有一个 比较大型的企划 在筹备中 然后 今年应该也会发行 至少四首吧 是吗 经纪人 必须要的四首啊 必须要 最少 最少四首单曲 然后还会有在 YouTube上面的新企划 都会来跟大家见面 所以请大家 持续的锁定我的 IG跟YouTube频道 那只要搜寻 谢孟琪 然后 IG找到 Monkeymark0104 都可以持续的 关注我的最新消息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收听 飞碟联播网 U4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长 谢孟琪 也谢谢我的音乐制作人 安哲 还有经纪人 紫敬来陪我聊天 最后送上这首歌曲 孙盛希的恒温 希望大家会喜欢 掰掰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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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